繞維 rebels 長胖10公斤,增電還是有空分? 長胖10公斤 三千丈而已 finalmente 3000如此 接力賽還是個人戰? 接力賽 視外訓練還是蕾外訓練? 蕾外訓練 很好還是對我? 呃 夜跑 第一次接住田徑十歲 十六歲 田徑會田徑教練叫什麼 張梅蓁 有指張冬斜 呃 算不 數不清還滿多的 真的數不清 二四半 那你喜歡的田徑什麼 陳彥博 黃土地徑最長他哪一個人之賣 波爾特 那你喜歡他叫田徑紅色 鮮奶茶 除了田徑之外這才太難了 什麼 眼毛球 是那個地帶哪三樣物品 手機 錢包 鑰匙 比賽前會有什麼要吃嗎 喝鮮奶茶 如果可以重新來購謀場比賽會是哪一場 亞青 或是市比賽 這地方在哪裡裡面 涼快的地方 宿舍比賽遇到最開心的是 吃美食 看風景 可以到記錄一片下了多久的設定嗎 這五個小時吧 就是分開就是早上跟下午訓練這樣 因為變胖可以就是可以減肥啊 可以因為運動減肥 但是你變矮十公分你穿真高鞋那些就是 你脫掉鞋子之後你還是矮十公分啊 所以怎麼說胖都是比較正確的選擇 因為比較短啊 不是 因為那個通常我們跑半嘛 因為時間比較長 所以你那個猙獰的時間就會比較多 所以你那個很常會拍到猙獰的照片 可是三千丈就是操場七圈版 你就是很快就結束 然後看到攝影機就頂多這裡一機 這裡一機 你就看到攝影機的時候你就保持微笑 就是照片就比較好看 所以還有心意去顧攝影機 沒有啦 當然是 這就是開玩笑的 因為三千丈比較短 然後另外一個私心是 我覺得三千丈就是比較趣味性 因為他還要跨障礙 就是他要跨障礙跳水坑 就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不同的比賽方式啊 比較有趣這樣 就是我喜歡跟大家就是 團結合作的那種感覺 就是自己一個人跑的話就是 就是有時候就是狀況不好 會覺得就很孤單 為什麼我要跑 但是如果你跟大家一起跑 你會覺得說 我要為了我的隊友努力 就是那種名具力的感覺 我比較喜歡這樣子 田徑其實沒有馬上就喜歡耶 其實也是慢慢有成績的提升 才覺得越來越有成就感 才會越來越喜歡 我剛剛說雅清跟市井賽 因為雅清是我因為出車禍 所以沒有 就是沒有選拔到 但我那時候就是為了這場比賽 就是非常努力 然後也是離比賽的標準非常接近 就是我那時候在準備這場比賽 然後訓練狀況也非常好 但是當時我出了一場車禍 所以我就沒有達到標 去參加雅清 所以我一直都 就是對我來說它就是一個遺憾 就是 因為雅清還有年齡限制 所以代表這一輩子都沒有辦法去參加這場比賽 所以沒有參加就會有一點遺憾 就是在學校訓練的時候 因為可能在學校訓練 你訓練完還有那種像防護室 就是防護員幫你做一些就是放鬆啊 還是幫你做一些加強核心的一些訓練 反正就是離開學校之後就比較沒有那麼多 那麼多人就是幫助你 輔助你 所以就是訓練的時間就會比較短一點 對 我剛剛是有把恢復時間也加進去 然後再加上早上下午 還有就是收操的時間那我全部都有算進去 那時候應該是在準備什麼大賽 所以才會訓練那麼長的時間吧 太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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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